時間是早上11點 我現在由全錦雅獄出發 沿著麥利號徑第九段走 今天原本有個計劃A 不過一出門就發出雷暴警告 幸好雷暴警告是在東面 雷暴在東我就行西 不過由於天氣不穩定 還是走安全一點的路徑好一點 所以就走麥利號徑 麥利號徑第九加上第十段 總共有21.5公里 如果天氣許可我就行全程 如果天氣真的有什麼變化 我就會中途離開 在這裡離遠望到元朗 雖然天氣有點不確定性 但是這裡全條路都是這麼容易走的 問題應該不會很大 不過一定要沿路留意天氣 天氣真是變幻莫測 今早7點鐘的時候 還是天朗氣清的 誰知道到10點多鐘 就發出雷暴警告 幸好真的沒有這麼早出門口 為了先看定一點 雷暴警告在東 我行西 那是否安全一點 不一定的 你不知道那些雲會出去哪 所以我的手機APP 都已經開啟提醒功能 一有變化 我即時收到 嘩 這裡很開陽 在這裡可以看回全灣區 嘩 天陰陰 看來真的想下雨 其實雨中慢度是挺舒服的 雖然走石屎路 但在樹木裏面穿插 都挺有滋味的 你說可不可以在這樣的狀態下 走光全程呢 在現階段 我不敢作出判斷 我只知道 我現在很享受這種情況 而且這條路 很少可 一個人都見不到 就快到屯夫仔了 嚴格來說 我已經進入屯門的範圍了 這裏有很多越野單車徑 我們繼續走去田夫仔 時間是12點40分 我已經進入了麥美浩徑的第十段 還有三公里就到大南沖水塘了 看來這場雨都不想停 來到田夫仔三號路口 裡面有一間田夫仔士多 其實雲雲都是很薄的 不過它就是下雨下不停 時間是下午1點15分 我們已經到了大南沖水塘的入口了 這裏有一大堆菜單 我們甚麼都不用選擇了 就跟麥美浩徑走就行了 記不記得我們上次在這裏走去元朗 沒看過我這條片的 有興趣可以看回這條片 這條石間叫做七步河 這條河的河水 就是流入大南沖水塘了 這裏就是吉兵峭 我們去前面看看 很多人都來過這裏 但下雨來這裏的人 可能就不是很多 哇 前面這裏看到大南沖水塘 這裏有警告牌提醒我們 不要污染水源 你看看這裏有一張桌子 就地取材 就用木頭做個桌子面 多有特色 這裏就是蜂香林 到了深秋的時候 這裏的蜂葉就會變成紅色 時間是下午2時 雷暴警告已經蔓延到整個香港了 哇 雨越來越大 但是看見這麼漂亮的風景 真的不捨得走 去到千島湖也不是很遠 來到這裏終於不用走石屎路了 其實走這些小徑更舒服 你看樹在旁邊多漂亮 終於有些石棘硬下了 這樣才行山的 雷暴警告範圍擴大了 還不走 現在就在走 手都要走出去的 難道在這裏接的士嗎 來到千島湖的清景台 上去看看吧 很快的了 經常都被你腦點 下次不跟你來 你看看風景多漂亮 真的值得上來 你有沒有見過這裏 一個人都沒有 哇 這個觀景台一個人都沒有 真是少見 不想你 真是浪費了 你試過千島湖的觀景台 只有你一個沒有 這裏現在真是我一個人玩了 而且上天真是做美 剛好現在就停了雨 時間已經是下午三點鐘 是時候要走的了 好 Let's go 下雨的東西不會不停地下 總會有停雨的一刻 總之一樣 既來之則安之 你說有多少可以這樣拍攝 平時人多到走都難走 真是不捨得走 不過真是要走了 走到屯門市區 沒有多遠 竟然停了雨 繼續走下去 因為哪邊走都是這麼長遠的了 說一件事你知 下完剛才長雨 雷暴警告解除了 剛才3點15分 天文台將全香港的雷暴警告解除了 哇 這條路真的很舒服 還有今天真的一點都不熱 市區都是二十多度 哇 前面有石崖很漂亮 哇 又到這邊漂亮了 真是不捨得走 繼續走馬里好聊十段的漁下路程 哇 又到這邊了 哇 為何這裏會有羊在這裏呢 究竟是野生的還是有人養的呢 楊哥說你有人養還是野生的嗎 他不理我 嘩 還有一大群群羞埋你 哈囉 哈囉 不理我 現在是下午4時 如無意外 再過一個小時左右我就會到終點了 今天的影片來到這裡 多謝你 看到現在 如果未訂閱的話就記得訂閱了 訂閱了的話就記得點讚 點讚了就記得分享 下條片再見 掰掰 下條片 點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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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讚